前几天,浙江嘉兴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分检员意外地发现包裹里藏着两个危险分子,啥呢? 记者从这家快递公司了解到,当天上午,一位快递分检员在分检快递包裹时,发现一个包裹包装有破损,原本打算重新包装一下,结果竟然看到一个色彩鲜艳吐着杏子的舌头,这可把他吓了一大跳,赶紧报了警。 很快,贫护市森林公安局的民警带上专业捕蛇工具,赶到了现场。 然后里面呢,分别是两条亡井蛇,一条是黄色的,一条是黑色的。 据了解,亡井蛇是一种游蛇类蛇科,无毒,体大凶猛,遇到同类会相互残杀,属于国家三游保护动物。 这个游击动物呢,你必须也要取得一个运输的证书,如果涉及到国家重点的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呢,这种都是属于形式处罚的范畴, 要受到法律的处罚的。 之后,民警一边将蛇装进龙子猴带走,一边根据快递单上的信息,找到收件人平胡的王某。 经过询问,王某说,这两条蛇是一个江苏的网友寄给他的,他们并没有申办过相关的饲养运输证书。 我对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嘛,然后就想养两条蛇当宠物玩的,然后呢,我也对这个,这个寄快递,不能寄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就叫他蛇寄过来的。 两条被没收的王景蛇也被送往嘉兴市野生动物保护站救护,王某也受到了相应的行政处罚。